歡迎加入WTO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今天要踢爆一件事情 男人 硬招 我跟妳講 這要佩服WTO的製作團隊 他每次想那個主題我都說 這怎麼回答 後來才發現其實 這些都是因為已經有人有這個 這個問題他們才把它集合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國家的男人 哪裡最硬 Hardhead 是不是很好 沒有 在南非如果你跟當地南非人打架的話 你千萬不要打到他的頭 你手會短 真的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你問我姐夫他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頭會短 他們頭真的很硬 骨頭嗎 這頭的骨頭很硬 我沒有這個真的不開玩笑了 不要亂猜他已經跟妳講這個頭 到底是哪個頭 我現在也會問真的是 真的頭很硬嗎 真的頭很硬 因為南非他們有一些 竹魯竹的人混血 所以可能他們的頭殼真的跟人家不一樣 對不對 韓國是 肝很硬 對 兩個都 拳頭硬 拳頭硬 對 所以韓國男人也都有 對不對 真的 拳頭硬 如果有人看不起你 他就是一定就打架 打起來 對啊 然後我的哥哥也是 平常很好 個性很好 可是開車的時候就不一樣 開車的時候 然後如果有人 就是前面的車子 或者是有人的車子很好 很好的話 他就是不要讓他進去他的前面 或者是超超的車子 他覺得這個車子好的主人 看不起我的哥哥的車 所以他就絕對不要 然後有一天 哥哥跟我一起去開車 然後前面的真的好的車子 就是慢慢開 我的哥哥一直按喇叭 一直棒棒棒棒棒這樣 然後我說過了 你真的過了 他說不是 你看他看不起我的車子 所以故意開很慢 對 他說不會吧 然後一直按喇叭 然後要超他的車子 車 後面的車子忽然很快很快 然後就是要超車 然後我的哥哥 你看 這個車子真的看不起我們的車子 是不是 所以要超我的車子 我說不會吧 然後就是一直這樣 我的哥哥不要讓 拿他超車 對一直這樣 然後結果他就是超車 停下來 對 停下來 然後我的哥哥很生氣 你看這個人真的看不起我們 然後我要下車 下車的時候 我就看到 哥哥哥哥 前面就是三個人下車 他們都是平頭 然後穿黑色的衣服 是他們來 然後我哥哥就是跟我說 請他 趕快有沒有收起來 我說收起來 然後就是兩個人都在裡面 不要下車 就這樣 然後那個三個流氓來 然後就是傳我說 欸 欸 你下車 你下車 你有運氣吧 下車 你要用韓國話講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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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在啊 等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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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哥就是忽然說 欸 金娜 我跟妳說過 不要亂按喇叭 妳都可以這樣 對 這樣 對 然後 他就是傳我一點點開 然後跟他們說 對不起 我的妹妹 脾氣不太好 下次我不是 我會好好叫她 就可以這樣喔 然後他們知道 我的哥哥做的 然後就起一下 你下次 小心一點喔 好不好 就這樣 然後他們就就開 我們今天有做一個板子 台灣男人硬招式不取 因為他們家的都是台灣人 第一個 耳朵很硬 講不聽 講不聽啊 我們覺得男人有時候 那種耳朵硬什麼 是叫他去看病 他怎樣都不去看病 對 有沒有這種經驗 我老公 他有通風 通風 所以有 他會開始痛 我覺得一點點痛的時候 你沒有藥 你就去看醫生 或者什麼 他會等到 然後我開始要什麼都要幫他做 那種痛 因為是腳 所以不會走路 後來有一個人給我什麼東西說 吃這個會很有效 因為可以排毒什麼的 我會給他說 你吃一吃好不好 這個東西很好 他會跟我講 不是啊 不可能 I don't think so 他最喜歡的這句話是 I don't think so 你記得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 他有頭痛 他說喝水是不是 所以我本來覺得說 他的習慣不喜歡吃藥 後來 別人 就買一個東西給他 說這個東西對通風很好 很好 你知道在家裡嗎 我不是買了那個東西呢 同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哪裡不一樣 我不是告訴你要喝這個嗎 他說 我現在知道了 我現在知道了 就這個 answer 因為買的人不一樣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是世界鄉的男人 他的老婆說話 他不相信 對 別的女人 是別的男生 對 這我要看一下 我講話我老婆 從來也沒有那個要相信過 起碼他沒有聽外面的人 不聽你的啊 可是老公都是聽外面的人 不聽我們 可是也還好啦 也有很多女人不聽老公的啦 所以 硬碰硬第一回合 我們平手 好不好 好 Mini 你老公牙痛也不看醫生喔 對 有一次牙齒痛 三天沒有去上班喔 然後那個臉就腫起來 腫起來 他就不想去看 那我就跟他一起去 一定要去 去 那把他掛號 好 要等 所以我就 一定可以啦 我就回家 回家沒多久 醫生打電話跟我說 我老公不見了 他說 看一半的時候 就說 又很重要的電話 就要講電話 人就不見了 然後 沒多久 老公回家 那怎麼樣 我說剛好了 OK 不痛了啦 我說那個電話 醫生找你 而且看到一半跑走 那邊小孩也是兩樣 對不對 妳這樣就不了解男人 還有情話耳朵硬 就是生活習慣 有些男人叫他洗澡 好像很難 對不對 因為我老公的腳 他的腳有相關腳 相關腳 我每次 他每次 我每次幫他買藥 然後賣藥的時候 我每次跟他說 妳 妳趕快去洗澡 我要幫妳 塗藥 對 不要 然後他還是說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開店 也不去洗澡 然後我一直告訴他 妳趕快去洗澡 我不要 但是我老公也不去洗澡 她等他的腳 流血 他就說好 我們去洗澡 對 最終妳知道嗎 他三四天沒有洗澡 三四天 三四 三四 三四天沒有洗澡 所以三四天 台灣夏天就很受不了了 對 我受不了 沒有辦法 而且妳知道嗎 他的身體會 臭臭 他的身體會那個 臭臭 臭臭的跟那個 臭豆腐一樣 他的身體 臭受不了 沒有辦法 辛苦妳了 我住了那麼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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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美美呢 我老公跟他老公是相反的 我老公超愛洗澡的 還有決定 早晚都要洗澡 早上起來要上班前要洗澡 回來洗澡 可能中午可能他有回來 他也洗澡 那不錯啊 很乾淨 他床單叫他洗床單說 不會髒啦 我要睡覺之前是不是要洗澡 也有穿衣服啊 他說那床單就不用洗 對 他洗床單就是不會髒 他說不用洗 我在溫哥華的時候認識一個男生 他當時在那邊旅行社工作 然後他會帶我們去買那種很便宜的那個 就是那種outland的那種 而且都是名牌的床單 我說妳怎麼那麼了 他說我每半年就要買一個床單 所以我哪邊有便宜的床單我都知道 然後呢 結果我說妳為什麼常常 半年就要買一次床單 他說 我半年就換一次啊 換都不要啦 他就不要 直接丟掉 對 直接丟掉 我說床單睡半年 他說喔 會睡到有一種油光出現的床 太可怕了 睡到最後一種油光 真的 對 對 對 如果你不洗有可能 我真的看過 真的會有一層 油油的那個油光出現 摩擦到最後一層油光 而且那個路進去就很舒服這樣子 他說到那種程度 他床單是丟掉的 他是不行的 但是想問一下 你們老公有沒有哪些是講不聽的 還找理由自欺欺人的狀況 我老公是愛喝酒的 有一天是他喝酒 每天工作回來很累 他就喝酒 喝半瓶高粱 喝喝 我就跟他說你心臟不好 我老公不要喝太多 他就說 不會啦 喝喝比較好睡覺 對 我就說 你心臟不好 喝死比較快 我老公說 整氣死死比較好 沒喝太會死 對不對 沒有 我說心臟不好 不要喝太多 你喝兩杯沒關係 比較好睡沒關係 沒有 他說沒喝太多 他本來喝一瓶 他只喝半瓶 沒有 我老公就說 一杯 我每天都喝一杯 可是每天都是一個杯子 一杯才來一杯 一杯才來一杯 對 他每次也只喝一杯 這一個讓我問您 帶來一首好聽的歌曲 一杯才一杯 他以為現在每次都喝一杯 很滿的一杯 喝酒這件事情是耳朵很硬的 對不對 寶寶呢 那個 喝酒好像是 每個老公都會有這樣 問題要喝啊 不喝酒搞笑男人 而且他會找很多很多的理由 有 對 他說 你們女人不懂 不懂 他說我要去社交 對不對 我要去工作需要 對 出來用總是要煩 我就真的說到煩 然後我之後 我就行改變一下方式 跟他溝通一下 那 那天我在打 他也是喝了很多 我第二天起來 他就會就是說 就起來很難 很難受的樣子 然後就 我就沒有跟他吵 然後我就說 我就這樣講 他說 哎呀 他今天怎麼對我這麼好 你又怎麼這樣 不是那個乾 對 而且他會找那個 就是一大堆保養品 什麼保乾式啊 就是什麼 一大堆 一大堆一起灌下去 他就說 馬上乾就保住了 他會認為這樣 哪一就會找這種藉口來做啊 對 喝酒的理由真的很多 像我老公他就是 好幾次喔 因為我不喜歡他喝酒 就是有小姐的地方喝 對 那他就是會找一些理由 要偷偷去那個地方 有粉味 對 那他就是會有那個 要領錢 他說 好幾次喔 5點多打給我 我去老闆領錢 剛好本來是領薪水的那一天 他說喔好 那他說晚一點回來OK 那我晚一點打給他說 就失聯喔 手機都沒有開喔 沒有開 那等到我找到他的時候 他接的時候 就是他的背景很雜 就是有唱歌的詩音啦 什麼的之類的 大概9點多10點回到家的時候 那我就問他你去哪裡對不對 他說喔對啊 剛剛是因為領錢 然後就是老闆說 要吃飽才可以領錢 這是藉口嘛 然後就說喔好 那代表他吃飽囉 喝酒喝飽了 對啊才去領錢 我說錢拿出來好給我 然後他說 欸 他說欸你不吃飽了嗎 對啊 對啊他說 我剛剛不夠飽啦 他說不夠飽 因為老闆請的東西 好像都太少了 運動器材那個事情不會改喔 運動器材是什麼 是我第一次老公見面 照望的時候76公斤 現在快到了100公斤 90幾公斤 然後他要減肥 他說今天我要減肥 然後運動啊 就是前面公園就是跑一下 他說不要 我要在家裡要買腳踏車 然後我說不用啦 因為在韓國我的家 已經有那個買過 可是那個沒有用 就是 就是起了幾個月就沒有用 就是變成 就是我們逛很多東西那邊 然後我跟老婆說不要買啦 然後他說 我要運動 我要運動 然後有一天我回家 他不要跟我說就買了 然後都很開心就起腳踏車 我要減肥 我要減肥 就一直這樣 然後你真的買了 好 你已經買了 所以一定要用喔 然後不到一個月 就變成義架 我們掛很多東西 我就帶照片 變成義架 這是一隻木馬 這是玩具馬 這個義架 應該在很多人家的客廳 出現過 對啊 還有一個是 是最近最近發生的 他說他要去健身房 然後我說不要去啦 健身房 健身房 然後我說不要去啦 有沒有 老公說他要去 他要去那邊的運動 我說學跆拳道 那種的東西比較好 有意思 那個無聊的你不會去 因為我經驗過 他說我要去 我要去 一直就就這樣一個月 然後我說好啦 我們去看看 然後燒備不錯 因為很多很多 然後就不錯 你這個一定要 每天來這邊運動 他說好好 這次我一定會 然後就是去兩三天以後 他就是在家裡睡覺 晚上沒有去 我說你為什麼不去 他說 我說我們一起看過 燒備 他說你燒備看起來很好 用以後就感覺到 不是那麼好用 所以對不起 又有人廢錢 對 聽起來妳的老公 好像我老婆 OK 要老公道歉 竟然比當天還難 喝酒不道歉 他就給我寫了這一份 寫書不道歉 什麼 什麼 那一晚上 就拚這一張 你是在拚什麼 不是老公愛睡氣 男人尊嚴踩不得 怎麼不像爸爸呢 真的是 怪怪的 老公在署面 老公在署面 又關我屁事啊 來不停喔 姐妹會 硬招四部曲 第二 一氣很硬 承認 對不對 承認啊 承認對不對 不要看我這樣 我生氣起來 我老婆也讓我三分 三分耶 講話都 講話都不留意 我在講 很大的說服力耶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這很沒有說服力耶 因為後面我還有一句話 不要看我這樣喔 我生氣了 老婆都讓我三分耶 因為我怕他七分 這比較像 這比較像 文妮亞 聽說妳幫妳老公買內褲 妳老公會發脾氣喔 她的內褲 其實 現在撒Q沒掉 那次撒Q那個戲就會 洗到最後整個鬆掉對不對 鬆掉 很像一個具體一樣 裙子 可是她不肯穿新的 她穿舊的對不對 對 對 這樣你解鎖嗎 我會嗎 妳是這樣走路不會看到嗎 會 會 她丟掉 她會罵我 後來她就說 我跟她說 妳一直來抱去 妳的內褲跟筋子一樣 小朋友 然後 她 她還會罵我 然後小朋友 一直來抱去 她隨便坐 她坐沙發的時候 她每次壓那個叫這樣子 她的蛋蛋都跑出來了 對啊 男人坐沙發腳都會這樣 對啊 這樣舒服啊 一定是這樣啊 妳老公 對不對 然後就會那個裙子飄啊飄啊 對啊 這樣最好了 真的 然後 等一下 然後 她 我小朋友被感到 我也不知道 小朋友看到爸爸的 對 因為她這樣子的 蛋蛋都跑出來 對 都跑出來 但是進學生的時候 蛋蛋都跑出來 那重來一次 蛋蛋都跑出來了 蛋蛋都跑出來了 然後 我也不知道 我伯伯告訴我 老師每次會寫那個 對 電話簿 對 會寫說 我被我小朋友看到 然後去寫下 我跟她的東西說 爸爸的小弟弟 長鬍子一樣 所以 爸爸的小弟弟長鬍子 對 因為 她不喜歡我幫她 買內褲你看 然後她MP3買 電腦買 多什麼東西買 我幫她買內褲 大家會生氣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 妳知道那個內褲啊 MP3也買 電腦也買 我們幫妳買個內褲 也是為了我們的孩子 真的 還生氣 爸爸妳老公的脾氣硬是 妳不能不給她面子 對不對 她是前一天晚上有喝酒 而且喝得很醉 第二天中午 那 十點多鐘那個時候 就是 而且是一個小的餐廳 她就馬上又點了兩瓶 你知道那個酒都是高的大的 那我就說 那服務生 我們叫服務員 服務員 對 她有拿上來 然後我就說 就拿回去 拿走 那個女孩子就看了就 就是因為我老公沒講話 他就拿走了 然後我老公就覺得沒面子 他會這樣講 既然妳這樣子 我沒辦法跟妳生活 他說 妳留在妳的大陸 我今天晚上我就坐飛機走 我一聽我就氣了 你知道 有很多人在 而且我們剛剛登記完 剛剛登記完 對 其實後面的後果我都想 哇自己多丟臉啊這樣 丟臉啊 我就很氣啊 紅包也給人家收了啊 沒有 就覺得很氣啊 我說既然講到這 我說妳剛剛結婚妳就這樣對我 我就拿起筷子 其實也滿小力的啦 就這樣 怎樣啊妳啊 妳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這以上就犯了兩個很嚴重的錯誤 第一個 我們中國人傳統不能拿筷子去打 而且妳打又是男生 第二個 沒有啊 不是 民間傳統啊 民間傳統 因為拿筷子去打是好像 妳說以後妳會當乞丐的意思 第二個 他挺久沒有錯啊 因為有一種叫 你喝完酒之後 隔天一定要再喝一杯 喝幾瓶 你才會清醒 他沒有錯 真的是吧 等一下 不是 問妳不準 他去啦 有這回事嗎 真的嗎 是不是要有回溫酒 真的嗎 他整天天要再喝一杯嗎 對啊 真的啊 真的 對嘛 真的要回溫酒啊 要不然原住民每天這麼 因為關鍵我 我是覺得他就突然間 他突然間 他會這樣又剛剛登記完 他就說 你留在你的大陸 那後來怎麼挽回的 後來怎麼辦 後來人就跑啦 跑啦我就 他就買兩瓶酒 老公 他就沒有跑啦 我就在原地哭 後來怎麼打電話 他看到我的電話 就關機關機這樣子 對啊 後來到後面 那個晚上兩點鐘 我實在想沒辦法 我只有找我自己的家人 反而我們家人把我一頓碼說 千萬以後不要再動手去打你家 對 他也是像他一樣 因為面子 面子 對 我們又一次去參加朋友的聖誕派 那我們 我帶的小孩子嘛 我們去另外那個朋友 就是幫我們介紹其他的 然後其他人就是看到我兒子說 哇 好可愛喔 那另外說 那有的人說 完蛋了 這個事情大挑了 一定都不像爸爸 老王在前面 要跟我屁事啊 另外說 他眼睛比爸爸大 不行對不對 那我就直接嚇我 謝謝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坐一下 接電話 是我老公在陽台 那個說 我們回家了 他跑到陽台去打電話給你 對 很生氣 然後回家了說 為什麼我們12點以後再可以回家 怎麼剛才到了 再回家 我們回家坐一個像我的 他跟我說 好啦沒關係 你留著 你跟你兒子 周七整整回家 生氣了 生氣了 對 讚美人家說 小孩跟爸爸媽媽長得很像 我覺得這種話還是少講 我就幹過一個250的事情 我也很認真讚美人家說 哇 妳兒子自己有 這妳兒子 喔 自己有夠 自己有夠生 自己有夠生的 妳知道他回我什麼嗎 不行 當然也會生 不然我肚子很生 我是遇到鬼了嗎 蛤 這是一個 客套話而已 客套話而已 江湖上還有人敢這樣對妳 這個不知道喔 蛤 你說我還沒有出江湖 打麻將輸了也不行 贏了也不行 對不對 我有的時候 心情不好什麼的 我就會亂打什麼的 但是妳就是要輸錢啊 然後我給伯伯說 沒關係吧 我是大姐二姐 然後我老公就 就看我輸蠻多的 她坐在我旁邊 然後跟我講 妳打那個應該不是這樣子啊 那我說我要打什麼 妳就說Follow my feeling 我就Follow my feeling 我就輸給人家了 她說不行 妳給自己沒面子 妳為什麼那麼不愛面子呢 她說我不愛面子 對 但是我是那種人 如果我跌倒 大家笑我站起來 我就那個應該好笑 我就沒有事 不是那種人 一定要怎麼樣 我不是 然後第二天我就說 她還不敢跟我說 我們還要回去打 後來我就說 我們是不是要去 去阿嬤家去打麻將 那沒關係啊 我們去啊 妹妹她們可以下去游泳 我還去喔 我沒有生氣 我沒有把這個事情放在心裡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 我自己跟自己說 我今天又穿了一個紅色的內褲 我一定會贏 我一定要贏 然後我開始打 你知道嗎 贏了嗎 我一直贏 我一直自摸贏 好棒喔 妳終於愛面子了 到第五六次 我老公來坐在我旁邊說 妳這樣子會不會有一點過分吧 贏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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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了解她的意思 因為開始覺得說我們在這裡 妳要婆婆公公高興 對 所以有時候男人就是這樣 什麼話都要他贏 以後妳內褲就穿一半有沒有 只穿一半有沒有 妳一點 那我們再看一下三部曲的 第三部 OK 嘴巴好硬 Gina 妳老公嘴巴很硬 心情午晚上 我就是晚上十點下半 然後心情溜腳上 九點要上課 所以十點下半 我趕快回家睡覺 可是老公說她要泡文錢 所以她就是一直救我 然後我說我不要 我真的很累 我要睡覺 他說 救 救 救 然後就去 真的去無來 然後泡文錢以後一點 一點 然後我們常常去回家的路 是那個公館 然後公館師班大學 然後這樣就是回家 這樣四十分鐘而已 然後那天老公就是去 就是不曉得了路 我說這邊看標誌是往桃園 我說 為什麼桃園去桃園 他說 你看 無來旁邊是桃園 桃園旁邊是林口 所以這樣很近 真的 不會吧 這個邏輯也是對 你不知道這路 嘿 迷路吧 不要去 我真的很累 明天要上課 他一直就是去那邊 然後超過五十分鐘 還沒告訴公路那邊 他說 五十分鐘 我已經到了 用那一條路的話 已經到了 已經五十分鐘 怎麼 明天怎麼上班 他說 不是 我快到了 你等一下 我說一直罵他 水水捏捏 然後就是他就生氣 他說 你自己開車 我說算了 然後就睡著了 車子上面 然後就是 就是行過來的時候 就是看始終 兩點半 在哪裡 還沒到 還沒到 他上高速公路了沒 我不知道的路 對 他在迷路 還沒有上 鬼打牆嗎 上高速公路 就找得到林口了嗎 表示還沒有在哪 男人很奇怪 男人不肯問路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對 喝酒不道歉 因為他就是 每天每天每天的喝 連續喝了很多 最後一天的時候 就連續喝了一個月的時候 有一天不回家了 喝到早上 然後我就很氣耶 真的 我就 跟他每天每天的吵 後來我真的是 就為這件事情 我就 然後就 他也是 你分房好了 不理你啊 對啊 他也不進我的房間 其實我每天晚上 就在等他 有在掙扎 有在 哪怕他 哪怕他開一下我的門也好 對不對 我就等著他跟我講對不起 那 他不講 那我公公看到 這時候你就是你脾氣硬啊 你為什麼不跟人家說對不起 你為什麼不跟人家說對不起 這不又賴我了 因為他 公公出來幫你們 公公出來就幫我們講 他說 林靜寧過來 跟王燕燃說對不起 他就 就 根本都不懂 就跑了 後來那天真的是 全家人坐下來 然後之後我就講 開會 對 開會啊 就讓他向我道歉 我說 而且還要寫保證書 你就寫下來 真的啊 我真的我一定要知道他 就是 一定要強硬 完了之後 他寫了沒 就寫真的就寫啦 然後我就寫暗爽 看今天 我就一定要抓的就是要你這點 一定要給我寫下來 道歉 道歉 對 完之後他就給我寫了這一份 來給你看一下 寫了回過書 對 我很少 真的 真的 要的就是這種效果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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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拚了一個晚上 就拚這一張 你是在拚什麼 什麼 你不要給我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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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看對不對 一 二 二 三 黃怡然是討厭鬼 但是我看到我會笑出來 化解了 我笑出來 所以各位 我覺得有時候夫妻相處真的幽默 回過書寫這樣都會笑出來 對不對 對 那妳老公 跟妳吵架生氣 不講話怎麼化解 他小事情就ok say sorry 就撞到我還是什麼 但是她如果自己以為說她自己不對的話 她根本不會say I'm sorry 然後我跟大家女人說 妳等這個話 I'm sorry 妳會等到妳小阿嬤 妳會等到妳小阿嬤 她不會說 就不要要求The impossible 但是我老公很可愛 她要跟我說對不起的時候 她馬上會跟我講說 好不好 她就突然會講她好聽一點 然後幫我按摩什麼的 那個就是say sorry 對 say sorry 我說她會跟我講說 明天妳來陪我吃飯好不好 我帶妳去哪裡哪裡吃 然後我都會說ok 但是我老公的那個脾氣有一點cold 如果生氣的話 然後跟妳說 我好怕她都不會給我第二個機會 所以她馬上跟我 要這個事情解決的時候 要給我就是膠底按摩什麼的 我就馬上會把我機會 跟她說好大意解決了 不要再想那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那個等到 我不是要是台灣男人 等第二次等變阿祖了 我不是知道嗎 好可怕 等到第二次變阿祖了 我老公也是 他道歉的方式就是 你隔天回家一打開門 地板拖得好乾淨喔 我就是他表示的意思 他有一個台階下 那五金剛呢 我老公啊 有一次我很生氣 是他打小孩 我那個生氣 第二胎的小孩是兩歲 女孩子 一歲半而已 有一天他可能 外面工作壓力很大 晚上回來睡覺不好 小孩子一哭一哭 他很生氣喔 去外面拿一個那個 我們那種 女生的那種 蹄子 進來打小孩子 我抱小孩 我一邊抱我小孩 一邊那個很厚的面部 拉著 他進去打到 打到斷腳 打到我受傷 小孩子受傷 我就很生氣 我就那次說 我要跟你離婚了 我不要跟你住在一起 小孩子就把小女子打他 好了他就叫我姑姑過來 跟我講 我跟我姑姑這樣說 你壓力大沒關係 去外面找別人 訴訟 不要在家裡打小孩 對不對 他那時候 叫我姑姑來跟我講 講好幾次 我說我不要 我要跟他離婚 不要跟他住 為什麼 你這樣子打小孩子是不對啊 小孩子還很小 一歲半而已 會打死耶 對 我小孩子那天晚上很怕 沒辦法睡覺 我老公也不跟我道歉 好幾天都不跟我道歉 回來晚上回來 姐姐姐媽媽今天煮菜好好吃喔 會想好好吃喔 這樣就跟我道歉 這樣就說道歉了 喔 跟小孩講 對 然後我就跟 我很生氣 我說 你改天打我小孩 我跟你講 我打113 他就說 你的小孩也是他的小孩 我跟他講 很好很好很好 你打 我叫打我小孩 我就打113 他說 好啦對不起啦 以後我不要打了啦 他就跟我想到 113這麼恐怖喔 113很重要 113很重要 我就準備旁邊了喔 我跟你講喔 我的電話裡面都有113喔 後來沒有再打過了喔 沒有到現在沒有了 知錯能力打 這個老公 這個老公我們要給他鼓勵 對不對 老公像出炒蛋飯 台灣男人要檢討 妳老公會講甜言蜜語嗎 不會 他嘴巴超不甜的 他是 台灣老公沒情趣 根本就是大冰塊 都是我 其實把不然的 我的生個小孩 他都是 每天晚上冰塊 你把它融化 耶 來不停喔 姐妹會 妹妹妳老公會講甜言蜜語嗎 不會 他嘴巴超不甜的 他是 這個真的好笑 真的好笑 真的好笑 這真的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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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因為我有時候就是會強迫他 叫他說我愛你 他說 就硬都不說 不說就算了 他說 心裡知道就好了 OK 好 沒關係 有一次他送我聖誕卡 我想說 他都買回來對不對 他說 給你的 這樣子 我說 我以為是他要拿給我是寫給誰 因為他連那個 直接拿給我這樣子 我問他說 你又寫給誰 他說 沒有啊 這送給你的 蛤 我說這聖誕卡 我說拜託 你裡面也是寫個 名字給我的名字也好 寫個聖誕節快樂 沒有啊 連那個價錢都還有在啊 價錢也在 價錢也在 那直接就給你了 啊 給你了 還是給他 這厲害 這有梗啊 你不是要卡片嗎 買一張給你啊 要寫什麼自己寫啊 自己寫 嗨呀 本來以為美美說老公無糖 已經是堪稱經典 沒想到 Vania竟然用冰塊來形容老公 你會問老公愛不愛你 是 然後他就變成 冰塊 是 我 鱸糖的冰塊嗎 是 森林就會說 搞搞搞搞 就一個老婆外國人 三個小孩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一小一小 然後我回家 我就會告訴我老公 他們都 他們自己不知道 所以都是我自己 把不來的 我的三個小孩 自己救 我自己救 我自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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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都是 救救活 他都是 他都是 每天晚上 我自己的小孩 我自己的小孩 對 對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心腸硬 聽說你們生病的時候 老公一開始心腸都很硬 是不是真的假的 真的 那時候我去就是吃海鮮 然後回家就是 腸胃炎很嚴重 可是我就吃我媽家裡的 就是家常藥這樣 遲遲也是不好 就一下下 就是上廁所 一下下跑廁所 可是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 再進去房間 躺著 他就躺著看一件事說 熊 拜託啦 帶我去看醫生好不好 我真的不行了 他說叫我自己去啦 他講完沒多久 我又再跑廁所了 可是跑廁所那時候 我真的不行了 我就 褲子啊 就是還沒辦法拉起來 我想說 出來 打電話給我朋友 叫我朋友過來帶我去醫生 對 然後褲子就沒辦法拉起來 我就打開那個廁所的門 就出來 就這樣爬著就開始吐了 然後吐了 那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樣畫面很性感 暈了 暈過去了 欸 沒有人 沒有爬的這樣打 根本就沒進去 褲子打電話 人家在身邊啦 然後邊爬 邊吐 沒有 而且 而且連 擦屁股的力氣都沒有 後面還在拉 感覺很性感 沒有 好像國外的片 好噁心喔 門就是在這邊而已 就起來 我就褲子沒辦法 打開門 就是要出來這樣子 就暈了 沒有就開始吐了 就腿都軟了 開始我就 是我老公說啦 就開始翻白眼了 他就很緊張的 幫我送到一宴 我在一宴醒的時候 他臉都立了 嗯 可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就 比如說我說 不舒服啊什麼的 就很緊張的 帶我去看一宴 對 不會說叫我自己去 然後還記得有次 就打麻將啊 很晚不回來 我就很生氣 打電話就 待會兒待會兒就很生氣 後來我就跟他說 打電話跟他說 兄 我真的不行了 快點 我真的不行了 我就把電話刮掉啊 很快耶 那次不到五分鐘 我就聽到門 碰 一聲然後就 就看到你褲子一半的 沒有 然後我就 拿棉被蓋著啊 然後他就 趕快進來房間 看一下 臭妹你怎麼了 然後我就想 你狼來人的故事 放羊的小孩 放羊的小孩 對啊 用過一次而已 千萬不能再用 萬一哪一次是你生命 生死交換 絕對 絕對不能再用這招 台灣男人心腸硬不理你 對 你老公 在電腦桌前面就睡著了 所以他只要一回來 都在睡覺對不對 我們看一個 什麼 看一個A片 A片 對 因為我去買 我去多多買的 發覺到 我要給他那個 那個 那個 嗨起來 對 一個新住民 對 要去買A片 馬尼亞記出A片大絕招 她的B塊老公 會有什麼反應呢 預防老公偷吃 絕對要使大絕招 要請你老公看A片 你怎麼解釋 我喜歡的 像這樣 跟小哥一樣 所以我都是想抱一些 但是我沒有演吧 來不停喔 姐妹會 邀請你老公看A片 然後我會跟她問 就是很像老虎一樣 老公 然後她就開始睡覺 我好像現在開始睡覺 我很生氣 老公不可以講 然後我跟她說 為什麼你不要 因為家裡 我們旁邊有小孩 有小孩 隔壁在爸爸 然後我跟她說 像我們有哪裡住 然後她說 去Motel 我會告訴她 我們去Motel 她就說 Motel不要去Motel Motel去Motel會滑街 對 比較貴 然後我跟她說 叫我們去SanSan 不要 威脅會藥 會有蚊子 會有蚊子 對 然後我跟她說 像我們進妳的車子裡面 車子可以吧 車子她說 會低漲 會漲漲的 會漲漲 車子上面也有那個 多一個神秘 我沒有地方跟她一起求說 我變很可憐 沒有地方跟她一起求求我 不要買這篇的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其他老公應該有 該硬的時候會硬 這個是Vanilla沒有講 對 什麼都硬 就那個沒有硬性 對啊 只有她一個 我不相信其他都是這麼弱啊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我們巴士人 第一個 到這裡 一定要跟老婆說 老婆就知道 一定要做那個 你懂嗎 下班回來就做 對 第一個 第一個懷你 親親 我們那邊第一個 I love you 我告訴你 沒有親也沒關係 但是要有心 你知道嗎 要有那個 我告訴你 這個節目就告訴我們 世界是無限的寬法 對啊 你為什麼只選擇台灣的男人 對 台灣的女人 我們一起去巴西 老婆也跳出來講一下嘛 對不對啊 沒有比過了 難道你們只會當冰塊嗎 有啊 有啊 可以講 可以講 我不知道你老公怎麼了 我有一個藥可以加進去 對不起 這邊有一個秘密 對不起 我跟你講 悶你啊 老公啊 受不了了 因為他早上也要 一開始 也要 晚上也要 一開始 所以嘛 一開始的時候對不對 一開始的時候 剛結婚 他剛結婚的那一年的時候是 早上嘛 對 早上起來要一次 對 我可以講嗎 可以 妳講這麼多了 妳就講 因為一開始 我跟我老公結婚的時候 我們出在巴西 我會害怕他出去 都是外面 所以我要幫他習慣 但是我有買一個肥皂 我有買一個肥皂給他 因為四個肥皂我也不認識 都是他可以洗皂而已 那個肥皂有味道 因為我就知道 如果他洗皂 他要去上班 我跟他說 你要先洗皂 然後他說好 當時他回來了的時候 我都會幫他檢查一下 他是不是有外面去摩托 妳怎麼檢查 你怎麼檢查 老公不會搞外遇 理由竟然是 叫我不要嚇到 我就跟他點頭 可是我 我就很緊張 我怎麼會嚇 我怎麼會嚇 不要嚇到 對 然後他 可是那時候我就 來不停喔 姐妹會 妳怎麼可以 這樣子 跟老公一樣 老公 記憶跟 嗯 有沒有嚴霸 我就是 撿他 對 我都想抱一些根根 嗯 有沒有嚴霸 他的皮膚有沒有 鹹鹹的 對 鹹鹹的 鹹鹹就表示說 沒有在外面亂來 對 因為沒有洗澡 對 因為那邊看到 有台灣人 中國人會過去那邊 那邊 他們看到 台灣人過去那邊 眼睛小小的 都放姿勢的 他們覺得好可愛喔 他們會想要 你老公跟人家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為什麼 你老公不洗澡 因為是怕你把他浮肥 他不能透氣 對 沒錯 沒有洗澡嘛 真的 你不要要這麼多次嘛 那是剛開始 現在已經 對 現在不一樣的 來台灣喔 來台灣喔 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你 你老公還好嗎 我跟他交往 我跟他交往 一年多了 然後我們兩個 第一次同房 沒有 沒有幹嘛 然後 他就 我就看他脫褲子 可是 他沒有脫小褲褲 可是我沒有注意看 我就有看到他脫褲子而已 就 趕快就 上床然後把棉被蓋起來 躲起來 就說 沒有 就叫我妹妹啊 她說 妹妹我跟妳看一樣東西 妳不要緊張喔 她說 錯 妳給我那時候想的一樣 我就在想說 台灣人是不是流行 要那個的時候 要先看那個 先看一下 可是那時候我就 我就從來沒有看到那些東西 我就說 好 叫我不要嚇到 我就跟他點頭 可是我很緊張 為什麼會嚇到 怎麼會嚇到 不要嚇到 對 然後 他一掀開的時候 還穿小 還穿內褲 還穿內褲啊 只是腳上有一個 很大的胎肌而已 我想說 又沒什麼 害得我那麼緊張 後來我們睡了 就是睡了一個禮拜 也沒有幹嘛 蛤 那時候我現在確定 他應該外面不會有你生吧 拿以前的迴響來 是應該不會 對對對 遇到正恩君子 讓妳看胎系也沒錯啊 對不對 對啊 是妳們自己的思想想要 那個 沒有 那個都錯囉 那時候 我們睡了一個禮拜 都沒有怎樣 那後來是怎麼樣才怎麼樣 下一集 下一次我們告訴你 接下來怎麼樣開始的 OK 好不好 快來訂閱我們 我們可以看下一個禮拜 下一個禮拜 阿上面 阿上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